在今天最先结束的世拼赛混双决赛当中,中国组合终于笑到了最后,拿下了本次比赛第一项单项冠军。 王楚清和孙颖莎3比0干净利落地横扫了日本王牌组合张本志和和早田希娜,为队友报了一件之仇,并且拿下了冠军。 对于王楚清和孙颖莎这两位00后球员来说,这场比赛意义非凡,这不是普通的巡回赛,而是外战当中赛制相对最为残酷最为艰苦的世拼赛。 能够在这样的年纪拿下三大赛的冠军,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,也意味着国拼在混双这里正式翻篇可以改朝换代了,刘世文和许心可以放心退役了。 我们都知道,在奥运会上,刘世文和许心这队组合鲨鱼而归,遭到了日本队的重创,最终遗憾地丢掉了奥运金牌,对于中国队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 但一切总要向前看,随着水骨损也已经结束了自己在国家队的生涯,目前在混双这里,世界格局面临着全新的洗牌,而中国的这个年轻组合实际上已经是世界最强组合。 刘国梁出于尊重老将的目的,还是坚持到奥运会上,使用了许心和刘世文的组合,而从目前的状况来看,孙颖莎和王楚清已经正式具备了让国拼改朝换代的能力,而且接下来呢,他们两个人都充分地具备了在巴黎奥运会上,出战三条线的能力,也就是单打团体和混双,他们都有能力去参加。 对于王楚清来讲,现在国拼需要针对他的特点做一些安排,实际上他的综合能力不比此前的双打王许心弱,特别更强一些,而双打方面呢,他和马龙联手也证明过自己,所以接下来的重点,就是要为王楚清寻找能团方面的搭档,如果实在不行让马龙继续打一届奥运会,辅佐樊振东和王楚清取得好的成绩,也未尝不可。